有家卻歸不得 说来一派轻松 听在而立却令人心酸 国内疫情再先高峰 人力吃紧下 赖培君18年自身户地 连假也舍不得放 我刚好有时间 我就是用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 安排过来这边 帮忙协助大家协助民众 这样起立负荷流行 就没办法 就是回去 剩下的时间再多休息 整个都是汗 对 眼睛四周 额头才过半小时 就汗水淋漓 听学姐讲 应该是走到两万步 一整天下来 但是因为学业比较在后段 所以可能前面走更多 车阵中183公分高的身影 传说自如 第一关审核工作 靠他把关 因为有些民众 他其实是会硬闯 对 没有挂号 然后也没有资料 就进来 然后就说要塞检 但是因为我们这样没有资料 然后也很浪费医疗的资源 所以我们每个资料都会做确认 半天下来四个小时不能坐 不能喝水上厕所 刚踏入这行第四年 26岁的护理魂已经令人动容 对 其实脱下我们全部都死了 对 辛苦了 对 不会了 医生更辛苦 他们穿连绳的跟着 对 我觉得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我们医护人员会尽能力的帮助大家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配合 戴志文肖志杰两家民 台北无导